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害羞害羞 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 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任未来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 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占有大积 害羞害羞 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吵着棉花糖 气气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还没完呢 嘻嘻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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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豆姐在唱歌 哈哈哈哈 准备好了吗 和我一起飞翔 我们很有火力的蓝天花生彩虹 这是这山上星期 谁有难题 宝贝来帮你 哇 哎 也不知道119最近怎么样了 真想再见到他 哎呀 等我发明了外太空联络器啊 咱们就能联系到119了 哥 你有吹牛 你先给我发明个不用花钱的手机给我看看 这 喂 你好 这里是崎岖俱乐部 喂 孙子 奶奶 哦 不是 我是说我有一个孙子 他 他 哦 大妈 您别急 您慢慢说 大妈能不急吗 我这个小孙子自从迷上了外星人 就满世纪的寻找外星人 根本就不学习了 这次考试如果他再不及格 就会被降级 你们一定得帮帮大妈呀 哦 没问题 包在我们身上 哎呀 外星狗 我才不是外星狗呢 你居然会说话 还说不是外星狗 他真的不是外星狗 他是我的好朋友琪琪 嗯 我只是比普通的狗聪明齐多半了 哎 怎么找个外星人就这么难呢 你干嘛非要找外星人 难道你不觉得外星人很神秘吗 外星人有什么好 还没有我琪琪神秘呢 外星人有神奇的能力 还能打开飞碟 遨游宇宙 你有吗 哎 这个 这个 琪琪虽然不会这些 但是我们琪琪会杂技啊 琪琪 快 这 这算什么 等我找到外星人 让他带我去太空上玩 你们不帮我 我就自己去找 刘布 你就是刘星星小朋友吧 我最近发明了一个外太空联络器 现在正在调试 明天你过来 我可以帮你联络外星人 我可以帮你联络外星人 真的 当然了 爸爸 这布下面真的就是外太空联络器吗 这个 当然不是了 那明天 明天啊 咱们就这样 我靠 看 这就是我发明的外太空联络器 这东西好古怪 又好眼熟 其实它就是电视 这个嘛 你表面看像个电视机 其实它是联络器 太好了 那快帮我联络外星人吧 好的 着等啊 看 外星人出现了 外星人怎么穿成这样 外星人也有穷人家孩子呀 还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怎么可能见过呢 别想了 快跟外星小朋友打声招呼吧 嗨 你好 外星人 嗨 你好 地球的朋友 你居然会说我们的语言 你叫什么 我叫贝贝 你呢 我叫刘星星 你是来自哪个星球的 我是 XO星球的 XO星球 好奇怪啊 对了 你会不会开飞碟 飞碟 当然会了 那你能不能开飞碟 来地球找我玩 今年过年不少礼 不少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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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手养养养养养 这联络器怎么会出现广告呢 不好意思啊 外太空联络器出现点小问题 不过呢 贝贝已经和我们约好了 周末晚上来俱乐部做客 那好吧 周末见 好 刘星星你好啊 你真是来自XO星球的外星人贝贝 是啊 对了对了 你的飞碟呢 飞碟啊 我藏起来了 被地球人发现了可不得了 那你可以带我去遨游宇宙吗 这个 这个 刘星星啊 下次下次带你去吧 今晚啊 贝贝还有重要的事情呢 那好吧 这个 这个是做什么的 这个就是GPS 卫星定位用的 这个披风呢 做什么用的 这个披风啊 是保护外星人不受伤害的 可以防身 这么厉害 那这个眼镜呢 是不是可以透视啊 给我戴戴呗 不行不行 这是保护外星人眼睛的 啊 啊 啊 哦 洛宝贝 你们太过分了 刘星星 你听我解释 啊 不听 你们聚落部里的人 都是骗子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哎 哎 你们几个怎么可以骗人呐 小孩子也不能欺骗呐 嗯 这个事情都是我的责任 我们也有责任 哎 要是能联络到119就好了 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天才勇敢善良幽默可爱的119 你在哪里呀 是谁在夸奖我呀 啊 119 119你来了 真是太好了 你真是吉时宇啊 啊 来 来 来呀 哈哈哈 你们又要耍什么花招来骗我 这次是真的外星人 你不看会后悔的 看 这位就是真的外星人119 哈哈哈 这就是你们说的外星人 哼 画画妆子来骗我吧 我们星球的人从不说谎 我真的是外星人 那你的飞碟呢 是不是也藏起来了 是 藏起来了 那你能带我遨游太空吗 是不是又要下次啊 啊 不用下次 就现在吧 跟我来 怎么样 什么都没有吧 119 快让你的飞碟现身吧 飞碟呀 你出来吧 啊 啊 啊 不会是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啦 天机子骗你是我们部队 这次就是你的部队了 真是太神奇了 外星人119 你可以带我去遨游太空吗 好啊 这个没问题 不过你要答应我 回来后要努力学习 好的 我答应你 请上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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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牛星星怎么样 我的飞碟不错吧 嘿嘿嘿 那当然 简直是太酷了 要是能一直待在飞碟上就好了 那可不行 你答应过我 回去后要努力学习 嗯 学习的事回去再说 我们现在全速前进 好 全速前进 哎 这个是做什么的 不许碰 这个操纵杆是控制飞行速度的 运用的都是物理学的知识 加速度啊 动力控制技术啊 你都懂吗 嗯 动力学 不懂啊 能量学方面的知识呢 嗯 也不懂 那你就没有资格碰它了 飞碟将变换行驶轨道 请按七号黄色按钮 哎 我来按我来按 不行 你不许按 这个按钮汇集了电子技术学 和数字控制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这些你都懂吗 不懂啊 那就等你懂了以后再让你按 哦 好吧 哇 好棒啊 这个按钮居然这么厉害 不许碰 这些按钮是控制飞行安全的 可以用来躲避陨石及小行星 你懂宇宙轨迹学吗 还有 你会多少微积分学的知识 一点也不会 那就不可以碰它 不就是按几个电钮吗 干嘛要掌握那么多知识 你看上去 这是个简单的按钮 我们祖先却研究了三百年 119 求求你了 让我开一次飞碟吧 不可以 这个棒棒糖给你吃 可好吃了 求求你了 就开一下 我们有规定的 不管 棒棒糖你吃了 你得让我开飞碟 还挺甜 好吧 就让你开一下吧 全速前进 119 快来帮忙 不就是按几个按钮吗 你自己按吧 我要回去了 请把我送回地球吧 你玩够了吗 没玩够 不过我想我该回去学习了 很好 我们返航 119 再见 刘星星再见 老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刘星星啊 怎么样 这次玩的开心吗 嗯 开心 你见外星人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这回可该努力学习了吧 不要让你奶奶失望啊 放心吧 我已经答应119了 一定努力学习 将来为我们地球造自己的飞碟 对 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太空玩了 我也要去和太空狗一起玩 嗯 嗯 嗯 哎 琪琪 琪琪 赶紧起来了 这太阳都照屁股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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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只狗嘛 也要这么麻烦呀 再说能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当然有了 狗也要有追求的嘛 哎 在台湾呢 就有一只名为 有钱家族的表演团体 他们活跃在台湾各地的舞台上 并大受欢迎 而表演团体的成员呢 则是由一群小狗组成 那岂不是大明星 那得挣多少钱呢 你脑子里就没别的 啊 他们呀 可是最可爱的小狗 他们不论是在舞台 还是在电视上 都是那么的充满活力与激情 但你如果认为 他们纯粹是为了赚钱 那你可就是大错特错了 他们卖力表演的同时啊 还有着无数的流浪犬漂泊在街头 所以啊 他们的所有的演出所得 都是为了捐献给 关怀动物生命协会和流浪动物之家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可钱真的好多呀 琪琪 你不要太计较金钱的多少 而是要看它帮助了多少只需要关怀的动物 嗯 看来我还得当明星 啊 啊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哦 说要去超市 妈妈怎么还没好 哎 怎么还没好 妈妈真是太慢了 妈妈你快点嘛 哎 来了来了 哎 抱歉让你久等了 刚才在找这个包 哎 这不是布包吗 超市有塑料袋啊 妈妈这是为了环保 减少一点白色污染啊 什么是白色污染 这要从我们日常使用的塑料袋讲起 它们是从石油与天然气中制取的 聚乙烯和聚氯乙烯做的 而它们要在自然界中降解消失 一般需要一百年时间 而全世界每年消耗的塑料袋 有五千亿个 天哪 这么多 嗯 那怎么办啊 我们会被塑料袋买起来的 太可怕了 可怕的不止这些 每年都会有大量野生动物 因务实人们乱丢的塑料袋而死亡 好可怜啊 白色污染真可怕 那怎么办呢 现在人们已经在想办法治理了 2007年4月 美国的旧金山市 在世界上第一个立法 超市和药店禁止向顾客提供塑料袋 只能提供纸袋 布袋和可生物降解塑料袋 这样 减少了很多原油 减少了很多垃圾 其实欧美的人们 早就习惯自带手提袋 甚至大旅行包购物了 有的超市 甚至连塑料瓶装水 都要多收几毛钱 喝完后 可以把空瓶子交给超市 换回鲜胶的瓶子费 这样能更好的回收废物 保护我们美好的环境 真是太好了 其实我国在2008年6月 也规定超市不能用塑料袋了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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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开心笑一笑 嘿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帮你把烦恼摔掉 嘿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和梦想拥抱 嘿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和梦想拥抱 生活美好 吧啦欧依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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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世界比想象精彩 吧啦欧依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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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吧啦欧依哟 吧啦欧依哟 明天是那样值得期待 吧啦欧依哟 吧啦欧依哟 欧依哟 吧啦欧依哟 我们一起了才会 吧啦欧依哟 啦欧依哟 啦欧依哟 啦欧依哟